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全美排名第二的阿拉巴马大学 以66比63险胜同分区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将总战绩提升至18胜两负的同时 分区战绩也为完美的8胜0负 在球队都投篮手感不佳的情况下 宣发中的两位大一新生表现最为出色 选择热门巴马Brander Miller 贡献13分6篮板两助攻三抢断一封盖的数据 而前锋Noakoloni则搅出了13分8篮板的表现 他们分别有进入今年选择大会、乐透区和第一轮的行情 而替补席上大四升前五星高中生 只望昆德蕾则拿下14分4篮板4助攻 这位前几个赛季几乎饱受伤病摧残的天才 如果本赛季在疯狂三月可以健康出战 那么阿拉巴马将有机会有所突破 至于NCW这两天表现最爆的 那一定非东米杰根的前全美第一高中生 小杜兰特以曼尼贝茨莫属 他的球队昨天以79比84输给托莱多大学的比赛中 全场23投15中 高坎大学生涯新高的43分 外加7篮板1助攻 还在上半场有过连坎29分的精英表演 虽然最后时刻贝茨错失绝评三分 球队还是输球 但足以引爆了社交媒体 在推特上 尼曼尼贝茨的名字一度上了热搜 就连詹姆斯也在社交媒体转发表示感叹 2004年1月26号出生的尼曼尼贝茨 虽然还未满19岁 却已经成名已久 青年级时就打遍同届无敌手 到了贝茨上高中后 很快便成为了全美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 尤其是贝茨的高二赛季 场局可以砍下32.3分 9篮板3助攻2.1抢断 投篮命中率超过50% 3分球命中率超过37% 率队取得19胜三副战绩 赛季后 他被评为加德勒全美最佳球员 这也是此网站第一次将此荣誉 颁给一名高二生 当时很多权威体育媒体都对贝茨赞上有加 因为他的表现甚至强过童年龄的詹姆斯和杜兰特 更送给贝茨小杜兰特和六尺九寸的库里等称号 在高三赛季结束后 连续三年稳坐2022届全美第一的贝茨 决定跳级 直接进入大学打球 哪怕跳级之后 仍然可以排在2021届全美第五 但大一赛季在孟菲兹改打高空位的贝茨过得并不如意 不仅受到伤病困扰 在球场上打的同样效率不高 出战18场比赛 先发13场 场均只有9.7分的贡献 投篮命中率不足自成 赛季后 贝茨决定转学到D1D水平学校 东密歇根大学 而球赛期的非法携带枪支被捕 从潜力球员变成潜力球员 也让贝茨的行情和口碑都掉到了谷底 好在在东密歇根 他有无限开火拳 场均可以砍下20.5分 5.7篮板 1.1助攻 投篮命中率超过43% 三分球命中率为37% 他自主创造投篮空间和远投的能力 可以保证他至少有选秀二轮的行情 但贝茨的硬件条件一般 身高6-9寸206公分 臂展就6-7寸 同时作为一名大量持球者 眼睛里面只有篮筐 组织意识极低 而投篮手感则是好识患 更重要的是贝茨没有防守 这样的他无法在攻防两端 打出绝对统治力 率领球队赢球 东密歇根本赛季至今 只有4胜16负的战绩 在356所D1大学中排名第333名 上赛季虽然也好不到哪去 但可以排在316名 所以贝茨凭借目前的表现 并没有绝对把握 在选球大会冲进第一轮 但如果他可以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 多打出这样爆炸的表现 就会多一分机会 被守卫一轮前的球队 去刮彩票 这似乎也是贝茨现在 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